与其做愚蠢的智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莎士比亚天逊是最高的克己功夫。 莎士比亚后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玄通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 莎士比亚爱情,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眩目。 恋人的外耳朵听得出最为细的声音,任何鬼祟的肩膜都逃不过它的知觉。 恋人的感觉以戴和蝸牛的触角还要为妙灵敏。 恋人的舌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希腊旧神显得迟钝。 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脸。 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来贡献于人士。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 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 就被他们高声夸奖,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 莎士比亚智向不过是记忆的努力,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 莎士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圆谱。 我们的意志是这圆谱的人,盯莎士比亚出门看天气。 上是问行情,莎士比亚春光不自由。 莫怪东风恶。 莎士比亚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莎士比亚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 穷奢极欲的人,要是贪得无厌,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更是不幸的多了。 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有感的人。 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不以身外的荣辱戒怀。 用习是宁忍的态度避免无谓的恨阔。 莎士比亚多听少说,接受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照亮别人,否则等于没用。 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 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 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 谁生着? 让他自己去传达行诉吧。 总不要请别人在牢。 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 在他的魔力之下,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 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 追求时候的性质总要比享用时候的性质浓烈。 一遭新下水的船只扬散出港的当儿。 多么像一个娇妖的少年。 给那轻狂的疯儿爱抚揉抱和事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 船帆也变成了百节的拓纳。 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 给那轻狂的疯儿四一七零沙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沙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 必须在一群敬敌之前, 成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 沙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清如纸水的神器, 不亦表示他们的梦境。 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生存, 思想渊博。 他们的神器之间, 好像说, 我的说话都是伦音天语。 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 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 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 博得了智慧的名声。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 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 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 沙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 沙士比亚凭着日规上前撕的阴影。 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更古。 沙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 沙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责。 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贴。 沙士比亚本来无望的是大胆成事往往能成功。 沙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 生命是时间的弄人。 沙士比亚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金泥。 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宫领足美味的鱼。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沙士比亚一个是性子的女人。 就像翻腾的灼水。 纵使口干舌燥,也不愿错饮一口。 沙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 沙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 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 谁偷窃我的钱囊? 不过偷窃倒有一些废物。 一些虚无的患直。 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 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 可是谁偷窃我的名誉去? 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不足。 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品了。 沙士比亚不要诬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 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 沙士比亚仅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生下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古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仅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沙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 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 沙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 或者逐渐恢复原状。 沙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沙士比亚宁愿做一朵遗下的月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违。 与其逢迎欠美,偷取别人的欢欣,无名被众人所避弃。 沙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 沙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 在身受时化作甜蜜沙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是做地狱。 一辈子鸡争额斗,不得安生相反的,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就能百年协和,幸福无穷。 沙士比亚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狭逆。 沙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岂不像连日工作那样提罚沙士比亚,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 沙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也必须在她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她人身上发生了热力。 在有感受她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她本身的价值。 沙士比亚富贵不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增爱分明的真假。 沙士比亚,沙士比亚,不速之可致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 沙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 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 沙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沙士比亚,沙士比亚善光的东西,并不都是精子。 动听的语言,并不都是豪华。 沙士比亚,沙士比亚,华夏,在富丽堂皇,也只是坟上楼阁。 沙士比亚明智的人,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挨抛。 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医馆,就沙士比亚。 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献的门地败坏。 把巨富的财产当毁,可是道德和财义,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 沙士比亚黑夜是眼睛失去他的作用。 但却使卧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 他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 沙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他的目的始终是反沙士比亚充实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复利。 沙士比亚在时间的大宗上,只有两个字,现在。 沙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不浅的早事。 沙士比亚,天外人的失败。 都有事失败在做事,不彻底。 往往做道理,成功上拆一步就终止不做了。 沙士比亚情欲犹如叛魄,必须使他冷却。 否则,那烈魄会把心儿烧交沙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 还会信任什么真理。 沙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 沙士比亚,我的言语高高飞起。 我的思想滞留底下。 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沙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 沙士比亚让我指点二十个人做人的道理。 倒还容易。 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奉行自己的教训,就没那么简单啦。 沙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凡事必须三思而行。 沙士比亚,道德和才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贵的门帝败坏,把巨负的财产挡毁。 而道德和才义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休的神明。 沙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说东到西,就会犹豫不定,犯把事情耽误了。 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志起怜,寸不难移。 沙士比亚对人要和气,但不要侠逆。 沙士比亚起先的冷淡,将会是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 沙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把她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那些攀龙赴凤之徒,本叶根在她后面匍匐批勤的。 这时候便冷眼看她跌落,没有一个人做她患难中的同伴。 沙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沙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好比价值。 沙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 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边塌,才不会过分指高气扬。 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他们掩盖,才不会完全绝望。 沙士比亚,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静怯不明了。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装傻得好也是要靠才行的。 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 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 然后像窥伺田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原因一样。 每个机会都不放松。 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沙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仇。 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碑。 沙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 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 沙士比亚万事总须守全力派,不能再问良心沙士比亚爱和叹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 沙士比亚一套衣服,一顶帽子的事让时髦补时髦,对于一个人的来世没有什么相干的沙士比亚,只需一阵裂风就能把乌云吹散,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场风暴。 沙士比亚失去了沙士比亚,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时间便把我荒废了。 沙士比亚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 恋人的眼中有他净化了德火星。 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脱淘。 他又是最智慧的疯狂。 耿猴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腻糖。 沙士比亚青春是块原料。 迟早要制作成型。 沙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 即使身旁没有诱惑的力量。 沙士比亚若有汗烟,其实体是沙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人的医生是短的。 但如果A列比过这短短的一生,就太成了。 沙士比亚您的花言跳语,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 沙士比亚人在不早运的时候,总是带出一副老。 沙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沙士比亚抱负不是勇敢。 认受才是勇敢。 沙士比亚自古红颜多过命。 沙士比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灵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 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 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沙士比亚。 漂亮的铲发给俊俏的脸蛋。 平天光彩。 沙士比亚直到再找不到对手。 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 沙士比亚人生苦短。 若虚度年华。 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沙士比亚就是尚得来的朋友。 等到就近尊空。 转眼成为路人。 沙士比亚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 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 沙士比亚爱情不是花硬下的甜甜。 不是桃花圆中的蜜语。 不是青年的眼泪。 更不是死硬的强阔。 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 沙士比亚天色越是晴朗空明,越显得浮云的浑浊。 如果沙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它还是照样芳香。 沙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纵结。 沙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可以感化人心向善,也可以救人走上堕落之路。 沙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移为平地,当一座山推倒以后,并一座山又已经堆了气,来沙士比亚毒,要有时也能治,并沙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是每一个沙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真诚的爱情永不适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 沙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就如同假装士兵的沙士比亚生命的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遥远的后世。 沙士比亚时间正像一个屈颜覆式的主人,对于一个领序的客人不过和他略为握握手。 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地,飞也似得过去抱住他。 欢迎是永远含笑的,告别总是带着叹息。 沙士比亚不应当及于求成,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 切而不舍,时间会成全一切。 凡事开始最难。 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 沙士比亚大海有改案,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 沙士比亚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不要一个贪碎的巨人。 沙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 沙士比亚爱和叹相同,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 沙士比亚假如我必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把她拥抱在我的怀里。 沙士比亚没有比正值更富的仪尘。 沙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逆燃烧起来。 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好感。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白糖上面焦蜂蜜,蜂蜜上面盖白糖。 沙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 因为沙士比亚尿泡虽大,无精等。 平驼虽小鸭千金。 沙士比亚有德的妇人,即使容貌丑陋,也是家庭的装饰。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演户的好像总是那三个人丈夫。 沙士比亚竟由爱造,还是爱逐境仙。 沙士比亚尤其是在磨炼中生长的沙士比亚。 爱和碳相同,烧起来,得设法叫她冷却。 让她任意着,那她就要把一颗心烧焦。 沙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 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气不顾。 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 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凡理。 沙士比亚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礼貌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已经摔落。 沙士比亚生命断促。 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 沙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起事。 它是变化无常的。 每个月都赢亏缘缺。 你要是指着它起事。 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它一样的无常。 沙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 是最简单和最朴素。 沙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沙士比亚人是天的和光荣。 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 为了身外的浮明,牺牲自己的良心。 沙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沙士比亚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探出喉来一样。 不依粗福。 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 沙士比亚谁告诉我真话。 即使他的话里藏着死亡。 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他。 沙士比亚一切礼仪。 都是为了闻世那些虚应不适的行为。 言不由衷的欢迎。 出耳反耳的殷勤而设立的。 如果有真实的友谊。 这些虚应不适。 这些虚伪的行事就该一遇并弃。 沙士比亚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则罚更痛苦的。 也没有比不是他更快乐的事了。 沙士比亚开门八字朝南开。 有礼物贤墨尽来。 沙士比亚忠诚的爱情充益在我的心里。 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沙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 会把平行片刻上美人的额脚。 会吃掉西式珍宝。 天生力直。 蛇们都逃。 不过他横扫的镰刀。 沙士比亚英雄诗时把头逼。 凤凰落甲不如鸡。 沙士比亚。 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亲。 沙士比亚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 沙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沙士比亚抛弃时间的人。 全时间抛弃他。 沙士比亚在紧张的行动中间。 言语不过是一口冷气。 沙士比亚良心无非是诺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 他们害怕强有力者。 解他来做旁塞。 沙士比亚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 沙士比亚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沙士比亚纯朴和忠诚所呈现的领悟。 纵是可取的沙士比亚有得必有用。 正直的人绝不甘怯。 沙士比亚行为无价宝,甚为护身术。 沙士比亚有得必有用。 正直的人绝不甘怯。 沙士比亚为剑往往是非野心的阶梯。 凭借着他一步步爬上了高处。 当他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 他便不再回顾那匹子。 他的眼光才夺目仰望云霄。 瞧不起他从前所视为凭借的陛下的阶梯。 沙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既不可达。 人往往不支退而求其次。 沙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 你必须比他更有心。 沙士比亚生平富足的圣士突然养成一匹诺夫。 困苦永远是天强之母。 沙士比亚强有力的理由,产生强有力的行动。 沙士比亚熄灭吧,熄灭吧,瞬间的灯火。 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 沙士比亚,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 我们血肉的血腥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 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淫欲。 沙士比亚,虽然全是一头不直的熊,可是精子可以拉着它的鼻子走。 沙士比亚,好久,无需招牌。 沙士比亚,有很多良友。 剩余有很多财富。 沙士比亚,无数人世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黑胎里。 沙士比亚老实人从来不吃亏。 沙士比亚,为的之前是请求。 记得之后是命令。 沙士比亚爱情的野心使人被受痛苦。 沙士比亚,就是上得来的朋友。 等到久近尊空,转眼成为路人。 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 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去向了。 沙士比亚,不管饕铁的时间怎样吞噬这一切。 我们要在这一切上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生育,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沙士比亚,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明破例和享乐的路上去。 沙士比亚,傻瓜的石顿是太子的磨刀石。 沙士比亚,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时候,全身都会觉得难受沙士比亚善恶的区别。 在于行为的本身,不在于地位的幼无。 沙士比亚今天是个好兵士。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沙士比亚与人的蠢事,算不得提起,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叫捅肚皮。 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 沙士比亚,鬼妻需要卫妆。 真比喜欢阳光,沙士比亚爱比沙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沙士比亚,沙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 真爱那些恨你的人。 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劣多的好处。 在你的右手里,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 免得极度之徒说贤话。 做人要公正,不要怕。 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 沙士比亚表演会把人们所控制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 正向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 沙士比亚轻浮和虚荣是一个不知足的贪施者。 他在吞噬一切之后。 结果,必然牺牲在自己的贪欲之下。 沙士比亚老实人就是傻瓜。 虽然一片好心, 沙士比亚谣言是一只凭着推测开意和异度吹响的鼻子。 沙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 荣成是否显得早是沙士比亚为施策找理由。 反而是该施策更明显沙士比亚习起那个怪物。 虽然是魔鬼,会昏掉一切的羞耻心。 也会做天使,把日积月累的美德善行薰陶成自然儿。 然而令人安之若素的家常便饭。 沙士比亚没有比正值更富的遗产。 沙士比亚统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 也不曾比了我们的草屋。 日光是一视同仁的沙士比亚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更多的好处。 沙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沙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中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沙士比亚任何大人物的张势。 无论是国王的冠冕摄政的宝剑大将的穷镖。 或是法官的礼服。 都比不上仁慈。 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 沙士比亚什么地位? 什么面子? 多少余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 而凌然而生为沙士比亚。 老实说, 必就有许多大人物。 尽管口口上拼命, 讨好平民。 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 沙士比亚。 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羞才艺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也只有在她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才可以认识她本身的价值。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她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但思想却是其中有所不同。 莎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一般可见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底,有莎士比亚,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 她奔得太快,会把力气都奔完了。 莎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她。 莎士比亚命运如昌迹。 听见遭遗体,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莎士比亚生命运如昌迹。 因为思想莎士比亚两个人骑一匹马。 总有一个人在后面,莎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等一事无成。 莎士比亚传播思想。 莎士比亚传播思想。 无顺于思想的传播者。 莎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事。 应该一想到就做。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练化的。 有多少舌头? 多少手? 多少意外? 就会有多少犹豫? 多少食言莎士比亚? 你写诗句,和她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 在月夜,她的窗前你用作作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 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质戒。 虚滑的事物。 琐碎的玩具花束糖果。 这些可以强烈比骗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性质来偷得她的情。 你用诡计倒去了她的心。 莎士比亚,我们粗心的错误。 往往不知看中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 直至丧失了他们以后,方式认识他们的真假。 我们的无比的风险。 往往伤害了我们的朋友。 然后,再在他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气。 莎士比亚,浪子挥过的是她的祖业。 财迷葬送莎士比亚。 虽然全力是一头不值的穷。 可是精子可以拉着她的鼻子走。 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升上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活剧。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普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上不能推及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莎士比亚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 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 最好说明莎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 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 往往做到移成公指差,一步就停下来。 莎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 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 却是用眼睛来恋爱。 莎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恋的法官。 莎士比亚俗皮话就像炼剑用的锻刀猴子。 怎样是也伤不了人。 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莎士比亚自愿不过是记忆的奴隶。 总是有始无终,扑头蛇尾。 像为熟些果子秘布树烧。 一朝红烂就会移去之调。 莎士比亚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教堂屋顶上的风情标变幻莫测。 莎士比亚适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 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 莎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 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 憎恨的结果。 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赢得的死亡或破根。 莎士比亚谦虚是最高的科技功夫。 莎士比亚欺人的希望是一个命人。 一个时刻。 当死神将要温柔地替人解除生命的羁绊的时候, 虚伪的希望却拉住他的手。 使人在困苦之中够严残喘。 莎士比亚尤其是小孩子的工作。 莎士比亚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 所以实力引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以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莎士比亚爱比莎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莎士比亚必须远。 春乃又寂。 又容。 得乃大莎士比亚一个人, 无论有着什么奇才亦能。 竟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莎士比亚皇上就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人罢了。 一朵紫罗兰花耳他闻起来。 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 他头上和我头上和顶着一方天。 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啊。 把一切融钱丢开。 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乡。 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 虽说他的心思寄托在比我们高出一层的事物上。 可是好比一只在云霄里飞翔的老鹰。 他有时也不免降落下来。 栖息在之后或地面上。 莎士比亚。 如果我们生命的天平平上。 一边没有理智的平凡平衡。 另一边情欲的平凡。 那么我们身上下流的剧面 就会把我们引导到荒唐透顶的结局。 莎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莎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踩势。 会在美人的额上绝身勾浅槽。 会失掉西式之真天生立直。 蛇们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 莎士比亚衣服新的好。 朋友旧的好。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莎士比亚人们在被命运眷宠的时候。 勇却强弱弱至于贤不孝。 都看不出什么分别来。 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 开始设立惊涛派浪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 把他们扇开了。 柔弱无用的都被扇去。 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着力不动。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 莎士比亚良心这玩意而使人变胆怯。 想做小偷。 害怕谴责。 想谩骂重伤又怕事责。 良心是在人内心造反的最怕寂寞的家伙。 莎士比亚恋爱是盲目的。 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所干的傻事。 莎士比亚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维股。 因为谁是那样刚强? 能够不受诱惑呢? 莎士比亚千言蹉跎。 来日无多。 二十立书。 请来问我。 摔草枯羊。 青春一波。 莎士比亚思想自由的精灵。 莎士比亚上一夜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言家。 巨作者。 明燕以名。 英国。 培根。 莎士比亚。 艳语。 哥德。 欧洲。 巴尔扎。 高尔基。 毛泽东。 鲁迅。 余果。 法国。 马克斯。 富兰。 可林。 罗曼。 罗兰。 爱因斯坦。 泰戈尔。 维吾尔族。 爱陌生。 苏霍。 母。 林斯基。 基托。 富勒列。 宁西。 塞。 罗务梭。 美国。 德国。 爱险生。 蒙田。 苏联。 日本。 阿拉伯契。 科夫。 俄罗斯。 蒙古。 俗恩。 德斯。 亚里士多。 德。 武列。 佛佛尔斯。 佩。 更多名言家具。 分类人生。 爱情。 智慧。 真理。 时间。 科学。 思想。 人类。 生命。 工作。 劳动。 幸福。 友谊。 知识。 成功。 力量。 社会。 价值。 创造。 理想。 道德。 自然。 更多。 www.htttp.com 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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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zion. Zestic.com slash Mengrin slash N equals percent E8 percent AB percent AB percent AB percent E5 percent A3 percent AB percent E6 percent AF percent 94 percent E4 percent PA percent 9 EMP equals 6 点疾病自我 治疗本文点 1. 神经与精神疾病 头痛 1. 服用适量的 阿斯体灵 2. 适度的运动 3. 睡觉 4. 避免打顿 5. 以停躺姿式入眠 6. 6. 冷敷头部 激进部 7. 热敷头部 或洗热水澡 8. 深呼吸 9. 自我检视 是否处于紧张的状态 10. 按摩虎口 或脊椎两侧 11. 在上下 牙齿尖放一支千笔 但物用力摇紧 有助松弛肌肉 12. 在头上绑绷带 以减少血液流向头皮 可缓咳头痛 13. 不擦香睡 14. 物失力过猛 15. 避免吵杂 16. 保护眼睛 17. 避免饮 用过多咖啡 18. 避免嚼气 18. 放松肌肉 19. 少吃盐 20. 准时用餐 21. 避免某些食物 如 含消酸 19. 含消酸的烟 自品味精等 22. 浸食巧克力 19. 因巧克力含前 烙氨可能引起头痛 23. 霧边 开车边吸烟 19. 以免吸入过 多一氧化碳 19. 少喝酒 19. 品尝 冰淇淋 适应 慢慢适应 26. 培养幽默感 27. 服用维他命 C. 28. 做脸部运动 如羊眉眉眼 皱眉张嘴移动 下饿皱鼻半鬼脸等 1. 睡眠 1. 硬性规定睡眠时间 2. 午在床上浪费时间 待有睡意时 还上床睡觉 3. 睡前保留一些安静思考的时间 整理纷乱的思绪 有助安心入眠 4. 专心睡觉 不要在床上做其他的事 如阅读或讲电话 5. 避免兴奋剂 如咖啡可饿、香烟及巧克力 尽量在4点前食用 6. 避免喝酒 7. 避免可能干扰睡眠的药物 如气喘喷剂 8. 避免日夜颠倒或作息不定 9. 睡前避免甜或油腻的食物 牛奶面包或水果较好 10. 不置舒适的睡眠环境 11. 放松心情 12. 使用耳栽眼罩等工具 13. 做运动 14. 睡前做爱 如果你认为做爱是一种享受的话 避免邪淫 更务在生理期 做月子并刚好时做爱 15. 洗温水导 16. 失眠 15. 情形严重的化药必须就医 15. 健忘 15. 1. 加入联想 20. 将手做成照相机的样子 20. 按下快门 20. 假设存档 20. 有助于记忆 20. 20. 自言自语 20. 将容易忘记的是大声念出来 20. 20. 列一张清单 将可能忘记的事情列在史上 特别是小事 5. 将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 较不容易忘记 6. 以编故事的方式将要记忆的事情串联起来 7. 把名字与脸孔一起联想 有助于记忆人名 8. 尋找事物中的标记物 例如将当时社会上的大事与个人经验结合 9. 重点提示以帮助记忆 10. 阅读阅读不断的阅读 11. 不时的给课验自己 12. 保持平心静气 13. 小心药物激烈酒 12. 可能导致坚妄 12. 恐惧症 12. 逆转负面的想法 12. 勇敢的面对恐惧 12. 可以消灭恐惧 13. 转移注意力 13. 也许以阅读朗诵深呼吸的方式来减少恐怖的想法 14. 测量自己的恐惧度 15. 加以记录以了解原因 15. 鼓励自己经游客服恐惧来获取成就感 16. 避免咖啡因的食物 16. 如咖啡茶可乐及巧克力 17. 以活动方式消耗因恐惧而引发的肾上腺素 19. 憂鬱症 19. 面对忧郁要处之泰然 19. 因为悲伤是必经的常态 19. 20. 找些事情做 19. 转移注意力 19. 例如三步下骑骑脚踏车跃读等 19. 从记忆中寻找快乐 19. 19. 找朋友请速 19. 加以发泄 19. 19. 19. 大哭一唱 19. 尽情的流泪 19. 19. 冷静的分析情况 19. 凡事只求尽力 19. 结果的呈现并非自己可以决定 19. 19. 运动有助于克服忧郁郁症 19. 如果平日就有运动的习惯 19. 不方式的耗尽全身力气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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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9. 20. 19. 20. 14.即使情绪低落 还是要尊重他人 不可迁怒他人 15.远离百货公司 避免不理性的购物 16.关紧冰箱 避免已吃东西抗忧郁的冲动 17.营养能控制情绪 维他命币群可以帮助抗忧郁 情绪焦虑 1.改变你的态度 以正面的角度看待事物 危机也可能是转机 2.保持乐观 缺乏信心值 不方以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美好前景鼓励自己 3.想象自己在一个舒适愉悦的环境中 有助于消除焦虑 4.反复地告诉自己 一切都没有问题我可以应付得来 5.暂时放松数秒 拒绝受焦虑摆布 6.向窗外眺望 将视线转向远方 避开低潮的气氛 7.深呼吸 8.放生大汗 9.伸展肌肉 有助于缓和焦虑 10.按摩肌肉 以缓和肾上腺素的分泌 11.按摩 太阳血可疏解疼痛及松弛进部的肌肉 12.左右移动下额 可松弛脸部肌肉 13.上下转动霜肩 配合身呼吸以放松紧绷的肌肉 14.洗热水饶 15.运动可消耗一些紧张的化学物质 虽然使肌肉疲劳 也放松肌肉 16.听音乐 可放松肌肉 也是放心灵 运车运船机运机 1.转移注意力 不要一直觉得会运车运船或运机 2.避免臭味 特别是引擎 汽油味烟味与腥味 3.禁止吸烟 不管是不是吸烟者 都应远离香烟 4.避免饮食过量 5.保持空气清新 6.避免饮酒过度 7.睡眠充足 8.尽量固定头部 9.坐在前坐 10.雾在颠簸的车上或船上阅读 11.到通风的地方透气 例如甲板 12.注视固定物体 有助平衡感觉系统 13.服用运机药 14.食用姜粉胶囊 15.吃点橄榄或柠檬 16.吃苏打 并且帮助吸引胃液 17.喝些可乐 或其他泛酸饮料 17.薰口 17.薰口 18.薰口 18.薰口 高血压 1点控制体重 2点减少用盐 3点减少喝酒 喝酒和高血压的关系极为密切 4点维持甲和纳的平衡 比例约为3 1 5点补充盖制 6点避免锻炼肌肉的运动 以免血压忽然窜高 7点进行有氧运动 8点考虑吃素 9点经常量血压 10点保持心情愉快 11点少说话 12点也注意配偶的血压 研究显示夫妻双方的血压将互相影响 13点与宠物玩耍可降低血压 低血压 1点做紧压运动 起床或站立前 以紧压伸缩的方式握手 可提高血压 抵制突然的血压下降 2点行算可提高血压 越复杂的心算效果愈好 3点少量多攀 4点垫高床头及调整睡眠方式 使床头高于床位 并在起床时慢慢坐起 3点静脉曲张 1点排退 2点穿残性裤袜 帮助血液进入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 3点垫高床位 有助于睡眠时的血液回流 4点物穿高跟鞋 5点保持理想体重 可减少静脉曲张的机会 6点避免紧身衣物 以免使血液聚集在腿部 7点小心使用避孕药 某些避孕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 8点避免抽烟 9点多贩布 10点请教医生 瘀血 1点冰敷 每次15分钟 两次之间物用热敷 2点受伤 214小时之后使用热敷 3点把脚抬高靠墙 4点每日摄取维他命 C5点注意某些药物 例如阿斯体灵 抗宁血症消炎药 兴奋剂或气喘药 6点不可去酒 脂肪过量 1点减少脂肪摄取量 2点摄取淀粉食物 3点远离前食 4点减肥 5点运动 6点避免酒精 7点摄取鱼油 糖尿病 1点摄取碳水化合物 应有50%60%的热量来自碳水化合物 2点摄取质量蛋白质 应干总热量的12%20%以上 3点减少脂肪摄取量 4点多吃纤维植物 5点减少胆固醇量 6点使用带糖 7点谨慎使用果糖 8点提防甜味 集中的热量 9点少量多摊 10点限制酒精用量 每周不可超过60非典非典的烈酒 11点降酒精视为脂肪 12点减重 13点定期运动 14点快速步行 15点不从事 取重或需要 用力推拉的运动 16点照顾牙齿 维护口腔清洁 定期检查牙齿 使用牙线 17点配带有 可适当的假牙 18点减轻生活压力 19点放松身体 20点定期咽血 21点使用 成药硬请教医生 22点血糖过低或太高都要请教医生 23点受伤 23点受伤时必须送医治疗 24点呕吐或腹痛尿液寒 大量糖分级柄酮 血糖浓度超过200毫克体温 为38度或更高时 请立即就医 25点注意足部的情况 由于糖尿病会减低疼痛的感觉 所以可能为察觉足部已受伤 而导致严重的后果 甚至遭到结枝的命运 26点定期检查足部 保持前进清爽 将指甲修短 进宿治疗香港脚等疾病 冷天保暖 穿着舒适的鞋子 一定要穿袜子 27点适度 补充烟碱酸肌 纯花青酸维他 命非心鎂维他命 币维他命 币移蒜头 即是酸菌等营养品 痛风 一点发病适应 提高患部关节 让患部休息 二点只用剧消炎性的止痛药 例如 Ibeaprofen WriteParenthesis 3 避免阿斯体灵活 Acedaminophen 等药物 四点冰敷患处 五点避免含飘铃 Turing 的食物 以避免醋成高粱尿酸 此类食物如 鱼内放肉汁 沙丁鱼一杯 鲁笋前豆扁豆 白花椰菜菇类 腌麦片虾背类 菠菜全麦面包酵母菌 肉鸡鸭等 六点补充大量水分 可帮助尿酸排出体外 也可避免痛风 引起的肾结石 七点喝药草茶 专家推荐羊巴器 Sasparilla 石头 Yarrow 玫瑰石鸥薄荷 Peppermint 等药草 八点五喝酒 九点控制血压 十点不宜一件 肥胖方式控制体重 以免因禁食造成细胞分解 将尿酸制出 十一点服用 为用命要请教医师 过量的烟草酸 即为他命杯可能 引起痛风发作 十二点保护关节 不要绊到脚趾 同食物穿过紧的鞋子 十三点多吃鹰炮 可以疏解痛风 十四点以木炭粉 和亚麻人酥 戴疼痛的关节 将脚炮在木炭粉和水 调和的热水中或是 一天服用四次 零点五至一卡 十的活性木炭 有助于降低 血液中的尿酸粮 渗叠时 一点摄取大量液体 一天最好能排出约 一点一次公升的尿液 二点控制钙的摄取量 避免摄入过多的钙质 但并非禁止 三点胃药常寒 有高粮的钙 若离患钙结石 则服用胃药 时应选择含钙粮 较少的品牌 四点五吃过 多富含草酸盐的食物 包括豆类甜菜 芹菜巧克力 葡萄青椒香菜 菠菜草莓及茶 五点服用煤 及维他命B6 可减少百分之九十的复发率 六点吃素含维他命A的食物 可维持尿道内摸健康 也有助于避免结石复发 这类食物包括 胡萝卜绿花叶菜 羊香瓜南瓜牛肝 蛋糕剂量的维他命A有毒 服用前最好请教医生 七点保持活力 以免钙质神积在血液中 八点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 包括肉类前烙鱼合肌 九点减少盐分的摄取 少吃各种高盐分的食物 十点限制维他命A的用量 特别是草酸 钙的结石患者 十一点物浮用过多维他命 第十二点若曾未患者 之后又感到任何强烈疼痛或尿液带血 请尽速就医 十三点患者应了解本身结石的类型 胆固醇过高 一点注意体重 二点减少脂肪摄取量 三点改用橄榄油 四点不必禁绝吃蛋黄 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三个 五点摄取豆类 例如菜豆扁豆 黄帝豆大豆 黑眼豆斑豆等 可有效降低胆固醇 六点多吃水果 可降低胆固醇 七点摄取燕麦 可有效降低胆固醇 八点摄取玉米糠 九点多吃胡萝卜 十点多运动可减少动脉脂肪的堆积 也能提升三餐饭后消除血中脂肪的能力 十一点适量的摄取瘦牛肉 可能有益于心脏 十二点喝脱脂牛奶 其中的非脂肪 只能以肝内制造胆固醇 十三点服用蒜头吃 可使胆固醇下降 十四点服用羊车前子 可降低血胆固醇 十五点减少咖啡摄取量 十六点物抽烟 十七点放松心情 十八点烟减酸 维他命非维他命 一脊钙可以降低胆固醇含量 十九点茶的柔酸有助于控制胆固醇 二十点柠檬 草油螺旋岛 大麦米糠激活性炭 可以降低胆固醇 净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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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号星号星号 星点疾病自我 治疗点三点 呼吸系统疾病 感冒 一点服用维他命 C可缩短感冒期 病患和咳嗽打 喷气等症状 二点摄取心 可缩短感冒期间 同时大幅减轻 喉咙痛等症状 三点保持乐观的心情 可促进免疫系统的活力 四点多休息 保留复原的体力 也可避免一些并发症 减慢每天的活动 避免过度劳累 五点避免三家聚会 以免过度消耗体力 六点注意保暖 七点散步或快走 以改善血液循环 帮助免疫系统循环抗体 八点饮食清淡 少吃脂肪肉类及乳品 多吃新鲜蔬果 以减轻身体的压力 九点喝热鸡汤 有助于鼻腔粘液的流动 可加强体内排除病菌 十点多喝水 补充感冒时所流失的重要体液 帮助排出有害杂质 十一点雾抽烟 抽烟会干扰抗感染的鲜毛活动 因此感冒时不要抽烟 十二点以盐水漱口 可输解不适 十三点浅挫热泼的酒 咋利 或半杯胡桃酒 有助于打通 鼻色并帮助露睡 十四点洗热水澡 十五点以棉花 在鼻子周围涂些凡士林 以润滑过度性 鼻的疼痛感 十六点服用感冒药 如阿斯体灵 十七点弱发烧 三十八点三度 虽以上或小孩发烧 应尽速就医 十八点任何剧痛都应就证 如 耳痛扁桃现种 鼻痘痛肺痛或胸痛 十九点吞咽 极度困难或食欲 不振时应就医 二十点气喘或呼吸短促 不止应就诊 流行性感冒 一点带在家 二点多休息 三点多摄取液体 四点只用止痛药 五点小孩物 服用阿斯体灵 六点注意其他成药 七点用盐水漱口 八点服用口含定 九点增加空气湿度 十点湿度润滑鼻子 十一点热肤肌肉 减低不适 十二点呼吸新鲜空气 十三点搓搓背 可活化免疫系统 十四点吃清淡的食物 十五点发烧 头痛全身酸痛 咳嗽及疲倦是流行性感冒 较易有得症状 流鼻水喉咙痛 则是感冒较容易有得症状 吃气滚炎 一点戒烟 除了自己不抽烟 也去吸二手烟 二点多喝水 帮助化痰 三点吸入湿暖空气 如洗热水倒吸收蒸气 四点避免过度依赖痰剂 五点尽量忍住咳嗽 六点请教医生使用痰剂 气喘病 一点戒烟 除了自己不抽烟 也去吸二手烟 特别是家中有小孩气喘 更应尽觉吸烟 二点睡觉前避免吃得太饱 以免胃液逆流导致气喘 可以将床头及枕头垫高 或是肚服用致酸剂 三点避免冷空气 四点使用口罩或围巾保暖 五点留心空调的设定 六点小心饮食 避免容易饮气气喘的食物 七点远离厨房 八点小心用盐 九点避免食品添加剂 特别是亚硫酸盐及胃精 十点使用止痛剂要选择不含阿斯匹林的 十一点正确的使用吸露剂 十二点弱气喘快发作又没有吸露剂时 喝几杯浓咖啡有缓解作用 十三点每天服用五十毫克的维他命币 六 十四点激烈运动时硬闭上嘴巴 用鼻子呼吸 十五点经常游泳 十六点运动前后都要暖身或加以缓和 十七点随身接待药物 减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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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1点前吃衣食堂 2点弯身瞌睡 3点憋气或吐气 4点吃饭时不说话可避免打嗝 5点憋气瞌睡 6点用力拉舌头 7点以棉花棒刺激上额硬部和软部的交接处 8点解决并吞咽前面包 9点双手抱吸压胸 10点憋气 11点用水揍喉咙 12点吸笋碎冰块 13点冰敷衡割膜处 轻 1点可可口可饿糖浆 有助于安定胃部 2点服用 9点用水分 3点喝少许清澈的流制饮料 避免冰冷 4点饮用气泡散 易得碳酸饮料 5点吃少许碳水化合物 6点服用姜粉浇囊 6点服用姜粉浇囊 偶吐 1点补充水分 淡茶果汁等透明液体易可 2点挫充电解制饮料清汤果汁或加糖加盐的流制 3点注意尿液 3点注意尿液颜色 过身表示水分补充不足 4点少喝冷饮 室温或微热的饮料较佳 5点避免饮用气泡饮料 6点食用糖浆 乳可乐 七点食物力求清淡 脏气 一点减少乳糖摄取量 二点避免可能产生气体的食物 如豆类甘蓝菜绿花椰菜甘蓝菜牙洋葱 花菜全麦面粉白萝卜香蕉 三点纤维摄取硬适度渐进 以免因快速增加纤维而引起的排气不良 四点请教医生使用成药缓和脏气 乳糖不耐症 一点进行测试 调整乳糖摄取量 找出适合自己的食用量 二点补充盖质 以免因乳糖不耐症少喝牛奶而导致钙质不足 三点喝牛奶适配以其他食物 四点从每天的饮用量中一点一点增加 训练自己的可耐性 五点食用优烙乳 最好是味精二次低温杀鲸铁脱脂的优烙乳 在食用乳制品前吃一点 可减轻乳糖不耐症的症状 六点吃乳酪或起司 特别是较完全的硬乳酪 七点紧防前冲剂 阴乳糖是许多药物及营养补充品的前冲剂 肠胃溃疡 一点避免刺激性食物 二点避免饮用牛奶 三点使用痴酸即疏解症状 四点物食用过量的痴痛剂 五点戒烟 六点发泄情绪 七点少量多餐 八点物服用铁质补充物 以免引起严重反胃 胃灼热 一点节制饮食 除了分量不可太多 也要细嚼慢烟 二点保持直立状态 如必须躺下 请将头部垫高 三点服用致酸剂 四点不要喝牛奶或薄荷 以免刺激胃酸、分泌或反流 五点减少饮用咖啡 六点停止食用巧克力 七点停止吸烟 也去吸二手烟 八点避免饮用含气泡的饮料 九点物质油腻食品 炉脂肪含量较高 以免刺激胃酸 十点避免腰部堆积过多脂肪 十一点放松腰带 十二点注意某些可能加重胃、灼热的腰物 十三点注意辛辣食物 十四点少吃柳橙、柠檬等 酸性水果 十五点睡前二小时避免饮食 十六点消除生活压力 食物中毒 一点补免饮食物中毒 一点补充液体 尤其是开水或其他透明的液体 二点补充因上吐下泻所流失的电解质 卢甲纳吉普泡糖 三点避免致酸剂 四点先别止泻 让体内毒素排出之后再向医生咨询 五点无需催吐 六点饮食药清淡 先食用容易消化的食物 避免容易刺激胃的食品 便必 一点摄取足够的水分 二点摄取大量纤维质 三点养成运动的习惯 以促进食物通过肠子 四点每日步行二十分钟以上 五点每餐饭后固定如厕十分钟 有助于养成排便习惯 六点放松心情 七点尽情的开怀大笑 八点避免使用通便剂 以免造成依赖 九点慎用药品及补充品 特别是加盖 获利的痴酸 即抗阻止胺 镇定剂 三环兴奋剂等 十点注意某些食品 如胃结肠痙磷 则避免易导致排气的食物 如豆类白花 椰菜 肝蓝菜等食物 十一点降低食量 十二点物用力过度 下粒 一点饮用牛奶可能造成下粒 避免含有卤汤的食物 二点做卤汤耐受性测试 三点小心使用药品 以免带来下粒的副作用 四点饮食药清淡 五点补充水分 六点避免豆类 甘蓝菜面包 面条苹果李子 李子玉米燕麦 马铃薯及卤制品等食物 七点避免饮用碳酸饮料 八点远离厨房 避免传染 九点如果可以 让引发下粒的物质自然的排出体外 水苦不足的腹泻 一点多喝水 二点补充电解质 三点检查尿液颜色 若过身则表示水分不足 四点避免乳制品及固体食物 五点使用纸泻剂剂 六点使用以天然纤维为主成分的通便剂 可有效减少炉克次数 七点请教医生服用抗生素或鸭片酸 八点旅行时避免喂煮熟的蔬菜肉类海鲜及布节的饮料 九点确保餐具清洁 十点降水煮沸 三至五分钟后再饮用 十一点多喝克 饿柳橙汁等酸性饮料 有助于抵制 大肠肝菌的数量 十二点旅行前 饮用忧烙乳或吃忧格 防止细菌入侵 痴疮 一点多涉水分及纤维 二点润滑肛门 如以繁制临图肛门内半处 三点清洁肛门时 应以不含刺激性及化学成分的卫生纸 轻轻擦拭 四点切记以手抓痒 以免损害静脉滚地 五点避免体重物 六点曲膝坐在温水中 以促进患不得血液循环 帮助收缩静脉 七点避免使用色剂 八点保持适当体重 减轻下肢担负 九点控制盐分摄取 十点咖啡辛辣 食物啤酒极可乐不宜过量 十一点孕妇 发生症疮的几率极高 最好每次滞溜 小时用左身侧躺 躺二十分钟左右 以减轻下半身 重量血管的压力 十二点降肛门内 摸向外突出 物以手推回肛门内 避免演变成缺块 姻头 亲头 Sax 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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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 星号 五点复刻与密尿系统疾病 金钱正口群 一点保持乐观自信 二点少量多餐 同时采用低糖饮食 三点避免甜食 四点减少乳品 避免乳糖阻碍体内吸收煤 因为煤可帮助调节动情激素的浓度 同时促进分泌 五点避免动物脂肪 以多元不饱和脂肪取代动物性脂肪六点限制炎的用量 最好采取低纳饮食 以防止水分滞留在体内 七点增加纤维 致得摄取粮 多吃蔬菜豆类 全麦 蕎麦以及大麦 八点避免咖啡因 节制食用咖啡 茶巧克力等含咖啡因食物的用量 九点 节制饮酒 酒精将加重情绪低潮 也会使头痛及疲倦更加严重或引发痴甜食的冲动 十点 十点 避免以利尿剂来疏解腹脏 以免使矿物质流失过多 十一点 适度 运动有助促进 血液循环放松 肌肉并排出水分 也能促进大脑 制造脑内肺 有助全身舒畅 十二点 缓和环境气氛 如柔和的色调或疑人的音乐 十三点 深呼吸 十四点 泡矿物枣 在温水中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 有助放松全身肌肉 十五点 做爱 性高潮可疏解肌肉痛及血液循环不顺 同时可刺激 有助于清除充血器官内的血液及其他企业 须知精气神智 人身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 十六点 制度 安排工作进度及目标 勿使自己负担过大 十七点 与他人分担倾诉 十八点 制度的服用维他命B6 可疏解情绪有助排出水分 乳房脏痛疲劳及想吃甜食的欲望 微虚精医师指示 十九点维他命A及D可改善皮肤健康 有助于抑制 有助于抑制 精前的粉刺及皮肤油脂过剩 二十点 服用维他命C可减轻情绪紧张 并可防止月经前夕的过敏症 二十一点维他命E可缓和乳房疼痛焦虑 取与脏等症状 二十二点 钙 与美可预防 精前的精卵及疼痛 美病能控制 对食物的渴望 同时稳定情绪 美同时可帮助钙制的吸收 二十三点 控制食 甜食的欲望 精痛 一点饮食均衡 二点服用维他命 三点补充矿物质 卢钙甲及煤等矿物质 可帮助输解精痛 四点避免咖啡因 因此咖啡查克 饿巧克力等食物最好少吃 五点进酒 特别是容易出现水肿的女性 六点物质用利尿剂 以免使重要的矿物质连铜 水分排出体外 七点保持温暖可加速血液循环 同时松弛肌肉 八点多喝热的要炒茶或热柠檬汁 九点可在腹部放置热肤电或热水平 一次数分钟 十点泡矿物枣 在水缸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 泡二十分钟 有助松弛肌肉并缓和精痛 十一点从事走路或其他制度运动 可减少精气疼痛 十二点练习瑜伽操 如弯膝跪下坐在脚跟上 前额触臂 双臂伸直 保持这个姿势 直至不舒服为止 十三点做爱 性交的高潮可疏解精通 将血液及其他体液代理子宫 须知精气神智 人生三宝集机会成本的概念 十四点服用止痛药 最好和牛奶或其他食物一起吃 才不会害伤胃 停经 一点吊示生活态度 充实自我 寻找朋友或家人的支持 二点每天运动 走路慢好骑车 跳绳跳舞或游泳等 都是适合停经 妇女的运动要小心避开 四点穿着多层衣服 以便于带皮肤发热时可脱下 带症状消失后再穿回 五点穿透气凉爽的衣服 六点少量多攀 一力身体调节体温 七点多补充水分 八点减少咖啡因的摄取 以免刺激和耳蒙 又发皮肤发热 九点限制酒精摄取量 十点 十点避免热气及高温 十一点持续性生活 如果有困难 应与伴侣沟通 一起解决 或使用辅助工具 另外 练习 温柔 操 可帮助做爱 值得愉悦感 并防止尿失禁的发生 害喜 一点可姊妹或朋友分享经验 二点经常补充单糖 柳橙汁及苦泡 汁是极佳的单糖来源 三点避免油炸食物 四点多吃生的杏仁果 五点睡前吃点东西 可避免早上起床时血糖过低 同时避免胃灼热 六点喝清澈的液体 如肉汤开水果汁及某些草药茶 七点满足自己的胃口 想吃石膜 就吃石膜 只要不是垃圾食物即可 八点保持心平气和 九点弱体重减轻 无论减轻多少 都应该看医生 十点感到虚脱 没有尿液或连续四至六小时 完全无法进食时 请马上就医 尿失禁 一点相识记录 每天的饮食及大小变清醒 以利医生追踪原因 二点克制水分摄取 尤其是睡前 三点避免酒精 四点避免咖啡因 咖啡因也是一种利尿剂 五点少喝福泡又汁 六点保持排便通胖 七点戒烟 八点减肥 九点排尿时尽量排光绑光的尿液 然后站起来再坐下 微向前请 再排一次 十点误憋尿 一有尿液 应马上去排尿 最好在饭前 饭后及睡前 将尿液排尽 十一点训练排尿习惯 先在短时间内固定去排尿 再慢慢延长 可有效改善尿湿尽的问题 十二点睡的地方离厕所不要太远 方便排尿 十三点在打喷嚏 可走提中午或盘挑食 应是紧缩或约肌 以免尿液外漏 十四点有尿湿尽的前兆 放松心情再缓步走向厕所排点 十五点使用 成人纸尿库 尿床 一点不因小孩尿床而予以得骂 二点在卧室内安排备用品 让小孩在尿床后可自行更衣或换床单 以免尴尬 三点以耐心与关心面对小孩尿床的情形 绑光感染 一点多喝水 以增加排尿 可预防甚至治疗感染的状况 二点洗热水域 可减轻疼痛 三点服用阿斯匹林等消炎药 能减轻发炎引起得着热感 四点服用维他命 非可以酸化尿液 干扰细菌生长 五点排便后 由前向后擦拭肛门 可预防感染复发 六点性交前上厕所 以免细胞电油性交被带入绑光 七点考虑是否使用子宫泡避孕器 因子宫泡避孕器容易引起复发性绑光感染 若有感染情形 应考虑该以其他方法避孕 八点尽量使用卫生棉取代卫生棉条 九点注重个人卫生 穿着棉质内衣裤 较容易保持浅爽洁净 但物清洁过度 十点绑光感染 患者一旦出现却尿下半部被 及腰窝疼痛 发烧心或呕吐时 就应该要看医生 阳位 医点给予较多的时间 年纪愈大 产生勃起的刺激时间可能愈长 射精与下次勃起的时间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延长 二点某些药物可能引起阳位 因此若怀疑现在服用的要似乎造成阳位的情形 应该跟医生讨论 三点克制酒精摄取量 四点注意饮食 因为阴精是一种血管器官 所以若摄取太多胆固醇及饱和脂肪 可能只因阴精窄化造成阳位 五点戒烟 可避免因血管收缩造成勃起组织的情滑稽松弛 因而阻碍勃起反应 六点断练体型 对自己的身材愈满意 愈容易进入状况 达到勃起 七点五运动过量 八点等待疼痛消除 疼痛时身体会抑制各种性刺激 因此疼痛消除可 改善勃起困难的情况 九点避免全身性的兴奋剂 放松心情才智性行为中逾越的催化剂 十点降注意力集中在与伴侣感官上的亲密关系 不必一味担心是否勃起 十一点女伴侣开诚布公的沟通 试着找出问题的癥结 经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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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星号星号 点六点眼耳鼻喉疾病 黑眼圈 一点兵敷咳,收缩血管帮助消重 一点少引起黑眼圈的内出血 二点避免阿斯体磷 因其胃抗凝血迹 使血液不易凝结 会使造成黑眼圈的出血不易停止 三点悟性鼻涕 以免因压迫与眼眶相邻的鼻痘 而使空气注入眼皮下 不但造成肿大 也会增加感染机会 眼睛疲劳 一点注意光线 太暗的灯光时眼睛容易疲劳 使用能提供明暗对比的柔和灯光较佳 二点每二次三个小时连续使用电脑 硬将眼睛移开电脑10至15分钟 让眼睛休息 三点减弱荧幕的光线 让荧幕的亮度降低 可避免疲劳 四点降电脑 套上全黑的后纸板 使荧幕光线可以降到很低 五点闭眼休息 是消除眼睛疲劳的好方法 六点降毛巾进入茶 用来敷衍10至15分钟 可消除眼睛疲劳 七点降双手磨擦生热 再盖住眼睛 勿压或双眼 深缓得呼吸 有助于消除眼睛疲劳 八点打眼300下 有助于清洁眼睛同时达到按摩效果 眼部血丝 一点睡眠充足 有助于滋润眼睛 减少眼睛的血丝 二点清洁眼睛 以免因残屑 油脂细菌化妆 平等沉屑导致眼睛发炎 不满血丝 三点使用人工泪液 减少前色 四点一冷毛巾缩眼部 可收缩血管 滋润眼睛 夜盲症 一点如果坐在黑暗中五分钟还看不到的话 可能就是患了夜盲症 二点微擦命 A影响人的夜间视觉能力 若有夜盲的症状 服用大量维他 令A可在数小时获得改善 但服用大量维他令A需经医师同意 三点增加夜间开车的可见度 保持前灯前进 在光线不足时 避免戴太阳眼镜 有助于增加可见度 四点夜盲者应 避免夜间开车 五点事先计划路线 选择交通流量较小的道路 可减少夜间开车的麻烦 若天况不佳 最好不要开车 结膜炎 一点以温毛巾敷衍 二点保持前进 以免求干清水擦拭分泌物 可加速复原 三点可以将婴儿洗发精 与温水一衣 彼时制成溶液 用棉球干支它是眉毛 可软化清洁 眼瞼与睫毛 四点物与任何 人共用毛巾手帕 以免互相传染 五点游泳时请戴永静 六点如果你的眼睛仰得像是被温字摇 眼内也有成丝的浓 那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 最好以抗阻治安的成药 并加以冷敷 七点细菌引起的结膜炎在眼睛闭上时情况会加剧 因此晚上睡觉时最好点些抗生素软膏 以防止分泌物过多 耳垢 一点物将任何东西插入耳朵 以免刺破耳膜 即使是棉花棒或手指都不好 二点滴一两滴 双氧水矿物油或干油等居家常备药 将耳垢软化 让多余的液体流出 重复两三天后 耳垢软化便可开始冲洗 三点滴几滴酒精也有助于蒸发耳内的水分 四点清洁耳朵不可太长 一个月一次就够了 否则会将耳朵的保护层冲掉 五点耳朵若有阻塞或听力丧失的问题 应立即就医 若未及时治疗耳朵感染 可能造成永久性失通 耳痛 一点坐立姿态有助于消肿 促使耳验管开始滴流 吞咽也能舒解疼痛 睡觉时最好稍微垫高头部 以力滴流 二点保持温暖 可以减轻疼痛 因此可将吹风 即至于距离五至十公分处 让暖气送入耳朵 三点想知道是否得了中耳炎 可以抓着耳朵摇动一会儿 若未觉疼痛 则问题应该是带中耳 反之 则感染可能发生在外耳道 四点降婴儿 油质于衣锅 温度与体温相同的水中 带婴儿油温度 也达到体温时 滴一到二滴到耳内 可减缓疼痛 唯必须注意 如果你怀疑耳骨膜破裂或穿孔 千万不要滴任何液体到耳内 五点取绝口香糖 让肌肉活动有利于打通耳验管 六点吸一大口气 捏住鼻子 然后将空气挤入鼻腔内 当你听到啪的一声 耳内与耳外的压力就会平衡了 七点飞机降落 期间不要睡觉 因为入睡时 无法向清醒 纳磨肠吞咽 耳朵无法跟上 气压的变化 可能使耳朵不舒服 八点在飞机 着陆前一小时 或睡前使用去 充血剂或鼻腔滴液 可预防半夜耳朵痛 九点保持耳朵 内外压力平衡 前水游泡 前水游泳时避免使用超 紧得耳栽或头套过 紧得前水衣 以免在下降时阻碍压力的平衡 十点避开疼疼 疼痛的来源 如搭飞机或潜水 十一点适适 止痛药可暂时输解疼痛 耳朵感染 一点服用止痛药 可帮助耳朵感染患者进入梦乡 但若年龄低于二 十一岁则不宜 服用阿斯体灵 以免罹患雷势症候群 这是一种威胁 性命的神经疾病 二点保持头部直立 耳验管就可以自然滴流 三点喝水的吞咽动作有助于打通耳验管 耳验管打通 就可以解除疼痛 四点耳朵容易感染的您 可在睡前使用去充血剂 帮助耳内潜到 使患者入眠 五点科姆乃德 婴儿叫不容易发生耳朵的毛病 六点戒烟 烟所含着刺激 勿将促使耳朵的毛病变成感染 导致耳验管阻塞 二手烟毅然七点容易罹患耳炎的小孩 父母应选择较小型的托耳所 可减少罹患机会 八点三岁以后的小孩 八点三岁以后的小孩就脱离耳炎的困扰 比较不容易被感染了 中耳炎 一点弄湿耳朵 硬将外耳向上及向外拉 使耳道伸直 再以吹风机向耳内吹三十秒 可消除细菌及霉菌护士的湿热环境 二点戴耳朵发氧时低耳药水 使其具有抗菌功效 可避免感染 三点洗头发洗澡或游泳池 记得待耳栽可保持前道 避免感染 四点患中耳炎时若想游泳 硬将头露出水面 减少水进入耳内的机会 五点使用止痛即暂时止痛 但仍应就医 六点热肤可疏解耳痛 七点悟清除耳垢 适度的耳垢可防潮并提供良性菌的七深处 八点保持耳道的前道 可以棉花磅干凡士林 轻轻的栽入耳朵入口处 有助吸收耳朵内的水分 使耳道前道 九点使用消毒 酒精白醋 婴儿油或羊毛汁等家庭配方 在每次弄湿耳朵后充当前道剂 十点肾犬游泳肠所 才不会感染细菌 倒酸 倒酸 一点结实 大多数的倒酸者都是体重过重的中年人 减肥可停止倒酸 二点睡前喝酒会使倒酸更严重 三点避免镇 三点避免镇定计 因为任何指头镜 附近组织放松的物品都会使打酸更大声 四点抽烟的人较容易有打酸的问题 五点刻睡觉 五点刻睡觉 不易引起打酸 六点点高床头 不只是头部 而是整个上半身 七点控制过敏症 打喷嚏和打酸 经常相邪而来 可使用鼻腔去充血剂减少过 明引起打酸 八点酸生愈大 问题愈严重 过于严重的 情形可能要开刀解决 流鼻血 一点在止流之前 硬先将血块醒出 以免因伤口 无法闭合而无法止血 二点以去充血剂 或鼻腔喷叶将棉花粘织 摘入鼻孔可帮助止血 白醋也行 三点用手指捏住部分的鼻肉 持续压紧5-7分钟 可帮助止血 四点坐直 以免血液流到喉咙 五点冰敷壳 促使血管收缩 减少流血 六点血液凝结后 将形成血块叠加 此时最好不要挖鼻孔 以免剥落叠加 造成鼻血复发 七点涂抹抹抗生素 或类固醇软膏 可止痒也可防止粘液前硬 八点补充血质 帮助体内造血 九点阿斯体零 可能干扰血液凝结 如果你很容易流鼻血 最好少用阿斯体零 十点此外 医生见少用醋 含水洋酸的食物 包括咖啡茶 杏仁果苹果 杏果蓝梅 黑梅 小红梅薄荷 樱桃葡葡葡 前桃梅 番茄及黄瓜 十一点控制血压 选择低支低 胆固醇的食物 十二点增加空气湿度 十三点补充为擦命 非十四点肾犬口服避孕药 最好和医师讨论 十五点戒烟 以免使鼻腔粘膜前道 引发流鼻血 鼻痘炎 一点吸入热蒸气 有助鼻痘通畅 二点喝杯热饮 可提供部分书店 三点使用支气机 可预防鼻腔及鼻痘前道 四点多补充水分 每天喝大量的饮料 可以稀制粘液 保持流畅性 五点一次性衣边 可防止内耳形成压力 使细菌好到更深的地方 六点使用去充血剂 帮助收缩血管 使空气流通顺放 并减轻鼻腔内的肿胀感 七点五持续使用鼻腔喷液 否则会使症状延续或甚至更糟 八点运动有助 肾上限制出 能收缩血管 帮助消除鼻痘的肿胀 九点一指腹擦膜疼痛的鼻痘 可促进新鲜血液流至此处 缓和不适 十点用热毛巾覆盖眼睛及颧骨 可消除鼻痘痛 十一点吃蒜头 三菜根可使粘液较不粘稠胶着 使粘液较易流动 喉咙痛 一点服用口寒定 特别是寒风的口寒定可杀死表层的病菌 有助于控制入侵 疼也有轻微麻醉作用 可麻痹神经末梢 减低痛痒感 寒风的喷液也有同样效果 二点服用心口寒定 可有效输解喉咙疼痛 但不可连续使用高剂量的心达七天以上 以免干扰体内其他矿物质 三点洗盐水或其他溶液来治疗 如羊肝菊茶 柠檬之微事迹 若声音有嘶哑或咳嗽 则疼痛的部位较深 这十数盐水较无济于事 四点增加室内的湿度 才不会因嘴巴呼吸而吸入前造空气 造成疼痛 五点解决鼻色的问题可 减低喉咙痛的问题 六点服用止痛药 以减轻痛苦 七点多喝白开水 八点以羊肝去泡入肺水 再用热毛巾浸透拧前 直接敷再换布 带毛巾冷却 再重复前述动作 可输解不适 九点服用蒜油胶囊 可有效杀菌 为出现反效果 时应立即停止使用 十点服用微擦命 非有助强化组织 可帮助对抗喉痛的病菌 十一点更换牙刷 以免就牙刷上的细菌侵入 若生病了 复原时应该再换一次牙刷 以免被感染 十二点睡前 一至两小时内 不要吃东西 睡觉时将喉部垫高 可防止胃酸逆流 伤害喉咙 喉颜 一点不要说话 让喉咙休息 即使是轻生 低语也最好避免 二点勿服用阿斯体灵 以免延缓血液凝结的时间 三点使用能提供湿冷水 气得湿气肌 有助生带表面的黏膜保持潮湿 四点使用热蒸气 也可使黏膜挥避湿度 五点多喝开水 最好室温开水 但要避免冷饮 六点用鼻子呼吸 可保持喉咙湿润 尽量不要用嘴巴呼吸 七点戒烟 八点慎犬喉糖 最好选用蜂蜜或水果口味的喉糖 不要含薄荷的喉糖 九点注意飞机 舱内的空气 若太过前噪可含糖果 以增加货液分泌 十点检查服用的药物中 是否会造成喉咙前噪 例如降血压剂 甲状腺药物 十一点用麦克风说话 可帮助扩音 十二点练习发生 可减少音说话 而造成的肌肉彼此压迫 星号星号星号 星号星号 星号星号